校园内的午餐时间 学生们有的坐在看台区 有的坐在餐厅座位 也有人坐在树下享用午餐 这些学生都是支撑学校的主力 毕竟学校办学不容易 而近年来许多学校尝试开源节流 增加收入 以东吴大学为例 像是在我后方的松仪厅 就是以国家级的音乐厅所打造的 因此有许多的社会人士 需要表演也会来这里租建 那节流因为你面对少子话 很多你必须要每天担心 学生如果录取率不够高或什么 所以学校的各项节流的措施 包括节电 包括省水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个行政程序上面 节能减碳 这些措施都必须要一步一步到位 虽然教育部针对公司立大学 各有补助项目 不过近年来推行的高教生根计划 却被质疑可能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窘境 因为属于竞争型的补助 因此小学校也可能拼不过大学校 一般是会习惯评比数量 那大学校在一看的时候有多少人出国 有多少什么东西它就是很几倍 所以看起来这个在评比的时候 大学校当然会占便宜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如果对于比如说这个学生的机会 学习的机会小学校是比较高的 那它教学品质比较好一点了 或者是如果你把这个经费除以人数的话 这个也许小学校的这个 每个老师所取得的研究计划反而是多的 这几年的高教生根计划 它把研究加进来 那研究加进来就会有产学合作 那当然每间学校的本质就不一样 那公立大学它本身的产学合作 跟外面的产业界之间的连结会比较深厚 当然某些市立大学 过去一直就在经营产学合作这一块 教育部的高教生根计划 是延续改良过往迈向顶大计划 协助学校创新和提升品质发展特色 但每间学校本来就不一样 实际能呈现的内容也可能会有落差 如果拿到多一点 我们就把它办得更活泼一点 给学生更多的资源去运用 那拿到少的时候 当然就也有应对的方式 那一般来讲这个经费的稳定性 其实对学校的办学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多会少 但是就是我希望 就是大家都期待也是稳定 对于私立学校而言 在小子化的浪潮里办学都艰辛 不过竞争型的经费 本来就不是通盘补助 也只能是学校各凭本事 加一部113年高等教育经费 大概编了总共1276亿元 那这个钱大概会分成三个项目 第一个是我们补助国立大学的教学研究驯服 那大概是507亿元 那另外大概补助私立学校的相关的教研驯服的部分 大概是447亿元 那其余的部分大概是编在教育部 高等教育师以计职师的两个师 作为补助各大学的相关的费用 那譬如说高教生根计划 教育部说明经费的运用 主要还是以公私立大学的教研驯服为主 其余才是高教生根计划 未来也会规划将经费拉高 我们的高教生根计划 那目前来讲 是属于进入已经第二期的 另外一个五年的计划 那目前来讲 我们从去年开始 以及今年 那我们投入的经费是每年大概182亿元 那预计在114年的经费来讲 我们会投入在高达大概近200亿元每年 那这些补助学校 我们会希望说 学校可以用来作为教学品质的改善 以及提升大学的竞争力 他现在有所谓的精准访式 其实就是到各校去看各校 学校只能说 在每一个计划内容上 更精准的去了解 教育部希望我们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政策 透过校园的访试 学校确实更能掌握方向 在争取经费上更有目标 毕竟大家一起竞争同一晚周 谁分得多 谁分得少都可能出现怨言 TVBS新闻 何将玲珑视线单子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下载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